摺西斯射不射到呢? 哇! 入了啦 好,摺西斯 先用慢動作 被他領先一顆 在前場偷一偷的球 帶進去禁區裡面 輕鬆射入 Hello 大家好,這次和大家玩足球遊戲 四大聯賽都開了季 所以就可以一路踢球 一路和大家講一下球經 有Alien在這裡,還有邦邦也在這裡 各位好 我們就可以和大家玩新出的Ace Soccer 球場風雲 大家可以做一個好教練之外 對賽的時候還可以操控球員來比賽 即不是那麼簡單 全自動坐定還是做教練 很多時候都可以靠自己操控 與弱性強,就算評價低都不怕 待會我就會和邦邦打一場給大家看 有興趣一起看球的朋友可以在影片內容 有連結可以下載 而遊戲還找了潔寧配音 教大家如何去經營球隊 其實我們已經跟著潔寧的指示組玩了一陣 現在就插上勁球員回來 打一場好球 所以就準備了100抽 我聽說Alien 一向都很黑,我想見識一下 你這麼壞 不過暗黑也好 其實有保底,30抽就有個頂尖球員 當然希望不要保底才出 來吧 會不會已經出頂尖球星 會不會已經出頂尖球星 來吧 看到夏衛斯,車仔的球員 數隻85其實都可以 速度方面有83 不測 還有跟導簡在後面 有個萬成的中場加入我們 好,又來了 會不會這麼好巧有兩個 哪個呢 很多隨便 跟導簡 第二次了 OK的,我打算都會派他上場 順便可以突破他更厲害 其實數隻又不是真的很帥 希望突破了都可以幫到一下 再來 這次就一定有厲害人 30抽的保帶 有多厲害 88 是達神,88 你看看右邊的數隻 全部都超過80 大概是速度慢一點 不過打龍門就沒什麼所謂 他的技能就是心如止水 對方在禁區射門就可以提升反應和破救能力 繼續 再來多個10抽 這次變成兩個銀色,三個銀色球員 再加上費蘭癲奴 Elly不斷抽一些萬成球員 關不關你拿了一個萬成的標誌 大家一開始會選球隊,所以就選了萬成 那就多一個中堅球員 繼續,第50抽 鮑勒比斯 J拉華斯 西維爾球員 這次有兩張金 60 又補低 哇,班勒比蘭迪斯 萬聯上級的神射手,數值這裡有87 簡直射得又可以助攻,上級萬聯都靠他 Illy一定要放在進攻中場 再來多個10抽 現在是第70抽 Aleksander 阿洛 Illy你真厲害,抽到都很厲害 很棒,利物浦的右閘 其實我如果抽到50次在右邊 會解鎖聯賽球探 抽到這麼多英超球員 順便在這個卡池再抽 現在看到全部都超級厲害 中間你選擇,不知道Aleksander能否抽到他 我就很想抽到 這邊卡池同樣,30抽有頂尖球星 有沒有機會這個已經是呢 選Zero 都是右閘 剛才Aleksander 阿洛 現在又選Zero 要想一想究竟誰打正選好了 再抽 總共這個是第90抽 盧卡斯摩拉 補一補前鋒沒有人的位置 2個10抽 第3個10抽就會頂尖球員 究竟會出哪一個呢 究竟是哈利簡尼呢 這個是補底桌 誰 奧巴美羊 不差 雖然阿仙奈現在踢到一匹招 但奧巴美羊 看阿仙奈還是一個精神之處 入球的保證 奧巴美羊技能的強襲 可以發動炮彈一樣的射球 即是入球要靠他 我們 這10抽都很滿意 之後當然要砌一砌 我亦都可以展示另外一項 給大家看 BOSS 轉會槍口已經開啟 現在可以扣入新球星補充球隊陣容 如果大家真的抽不中滿意的球員 亦都可以去駐會市場 看看有沒有勁球員可以簽他回來 首先設定一下西酸條件 因為太多了 一定要收窄範圍才行 品質我想要金 位置就要中鋒 再選擇英超的聯賽 讓我們的球員更多默契 我就選擇拿卡錫迪 可以必定是這個4萬多金幣 其實如果一口價就51,000 差一點點 金幣其實是剛才抽球員都會送一點 我現在有54,000就可以立即購買 接著再去轉會 競拍目標這裡 就看到我們剛才買了拿卡錫迪 這樣就可以增強我們的陣容 順便給大家看看我們怎樣配陣 因為都是遊戲初期 所以都有一點點看菜吃飯 但是我現在都覺得不錯 我的配搭 拿卡錫迪我就會換走盧卡斯摩拉 大家留意一下奧巴美揚和盧卡斯摩拉中間的線是黃色 這條線代表他們的默契度 把拿卡錫迪換過來 就會跟奧巴美揚的默契上升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阿仙奴 所以默契由良好變成優秀 現在還有三條紅線 然後我就可以把阿里桑達阿諾 換到右後位這裡 現在按了起碼多兩條黃線 因為他們都是英超的球員 現在只剩下金路簡和馬坤路斯是紅線 看看會在轉會市場買一個正確的球員 這個時候就會跟幫幫看一場 我們可以在轉會市場買球員回來 亦都可以賣球員出去 譬如我已經有個艾達神 看看還有一個守門員 盧比斯 進去再按左上角的轉會 這樣就可以賣掉 可以設置擺放的時間 預設就百小時 桌子價24000 一口價就47000 之後回到出手清單就會看到我們上了假的盧比斯 希望大家可以在轉會賣掉不要的球員 買多些適用的回來 講了那麼久終於可以看球 我們的球會現在到了20 升我們球會其實都是玩榮耀精程 這是一個故事關卡 現在已經打到第四章 在意大利打中 球員等級上限都可以跟球會等級上限 所以就打多些關卡升球會 其實最刺激的地方這遊戲就是競技 因為是實時和真實玩家對戰 現在就可以配合對手 試試給大家看 好,可以開始了 淺藍色衣服左攻右就是我們 其實就要有教練模式 就是自動 我就建議對真實玩家當然是手動 試試可不可以再推到底下 再交個好球 被人解圍出來 我們的Ferrandino很快 但是拋不到 對手 對手 對手交給了普烈石 對手交給了普烈石 不過送給我們的馬坤奴斯 試試大卻全球 拿卡錫迪 怎麼漂亮呢 有個後賞的夏威斯 對手 太棒了 有大禮有大禮 又是拿卡錫迪 分了給我的馬坤奴斯 好像波子機一樣 很混亂 要進啊 可以 竟然被他打個快攻 做回攻勢 卡錫迪又是 自己來 不分球 原來自己都可以 壓著馬坤奴斯的窄角度射入了 對手 對手 上半場的31分鐘 是拿卡錫迪先入一球 他應該按了一個加速按鈕 脫腳 又是拿卡錫迪同一個位置 廢藍敵斯 站定定 對面的後防完全沒有人欺騙他 這個攻勢很簡單 2比0 沒想到這麼快又多一顆 上半場的33分鐘 好強力 又看到拿卡錫迪拿到球 但是 角度差一點點 按了直線太大力 送了給對面的艾達神 好,上半場完結了 可不可以輕鬆入三顆 因為入三顆就可以按SKIP 有時候玩家就不追 可能會輸三顆 趕快再踢多一場 可能是這樣 洛迪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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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好幾日短傳 最後也是拿卡錫迪 到後衛舞 我這樣幾個 kyse 要存球 想看能不能存給其他球員 最後也是存回答 竟然奧巴美揚沒做過 剛才的攻勢可以碰到一下 3-0 贏了這場比賽 之後就示範一次跟朋友對戰,邦邦的評價比我高一點 是一場硬仗 現在我升段位去到白銀一 轉過畫面,這個是邦邦的陣,整個英超陣 沒錯,看看我的陣容 和這個陣容的雙同之柱,都有費蘭甸羅的中堅位置 不過我的拍檔就是泰亞高斯華,都是巴西的同鄉 而防中位置看到曼城有跟道簡 亦都有捷西斯 3個球員形成了一條直線的綠色線,非常有默契 3個中場各自都有一條綠色線給球員 不知道待會不會阿邦邦做到漂亮的助攻 我要小心一點 看看你什麼事 你剛剛才看完我一百抽 我藍色衫左攻右 先開球 我這麼快 傳一傳球,拉蘇福特 交到直線嗎? 交不到給阿邦邦邦 到我們了 阿邦邦邦 過來防一防他 這球員真是很快 追呀追呀追呀 給我直線 再來 阿邦邦邦邦 沒有避抨我 現在很高達7個 現在有點高達8個 提 mencion時間 又參與 會不會刺你呢?犯規,你這麼狡猾 幸好沒有紅牌 你射到哪裡了? 先出去給球迷 射歪了,到我們了 拿回 射不清? 你的後衛很厲害 我可以,再拿回 這個快人迪斯 越傳越後,全失了 要交到後面 先拿回 球交給拿卡錫迪 上了,迪斯 不要了,拿回 很怕迪斯 出營時間很好 出營時間 奧巴未讓人被壓住 不要緊,再做好攻勢,先守住 加一條大直線 衝啊 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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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t 其實很想看見他做事 也給我們中場打過去 能拿到這球嗎? 射射啊 射射啊 十二馬 A你迫了還是迫右? 你怎麼搞的,這12馬 1比0 沒有 馬郡路斯還拿了一個王牌 慢鏡也有疾度 上半場43分鐘 就被邦邦領先一顆 兩分鐘就比較難搞 這個空氣也夠了 上半場完了 邦邦帶著一球的優勢進醫生 現在到下半場開始了 換邊之後就好一點 下半場開始了 奧巴美羊已經很累了 下高斯華 雲比沙卡再交給奧巴美羊 奧巴美羊能否爆到進去呢 可以了 被你拿回 繼續鬥 好,鬥牛,試一下 YES 艾達神 艾達神,他說接到很累 為什麼交得這麼近 艾達神我看到半條巴 唉唷,太急了 大家出街 傳一下波 都被人折了 交往直線 我的全球路線都被你攔截了 好了,又來拿回 又被你折到 大家都是 大家全部都一般的 來來會會 看誰拿到先 我們先拿回 阿維斯 插一下水 按距離面 大家的石頭都被推到後面 我看到 跟著我挑一條巴沒有 可惜 看看直線可以不可以 哇,這裡好棒 遠射 幸好阿達神用最後一口氣 如果他的能量 掉到最低 其實很容易入 很心急 不斷軟射 我更心急,現在過了80分鐘 又衝場跌倒 再交給前面 你們的船上很厲害 寶寶美羊 射不射到我入球 漂亮球 誰 交給奧巴美羊 押著泰利斯 一進禁區就射到遠處 奧巴美羊入球 現在追又難一點 去到多少 現在是打16分鐘 還要做一個失誤 拉斯福特 得住了 交給傑西斯 不是這樣被他弄一顆吧 可以爆下去 射一下 沒有力 完場了,輸了 全場被幫忙壓著 看來真的要再升一升 還有練一練的技術才行 玩足球遊戲最好的地方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一起出球遊戲 最近兩宗比較觸目的傳會 斯朗和美斯 不知道各位又怎樣看 斯朗又回到奧脫福 拿回7號球衣 美斯哭著離開巴塞 去了巴黎星日耳門 怎樣都好 希望可以多踢好球給我們球迷看 這次A Soccer 球場風雲就先玩到這裡 很生氣 不夠幫忙踢 那我祝你多抽一些好卡 整隊都是綠色線 如果有興趣一起踢球 在影片內容下載到連結下載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